欢迎收看潘大帅的狩猎视频 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这次我们来到了红教堂 出生的点位非常的差 这个点位正前方会有一个求生者的刷新点 但他一般会往教堂那边靠 看一下,诶,傭兵 大富 这俩老哥,我还是追大富吧 把他的怀表逼一逼 没甩到,走了 墓地有一个人 诶,这里也有一个 哇,这个点位你敢直接修 这个小老弟胆子也是有点大 老哥 这台电机虽然说刷新点会有人 但是一般不太会有人修 所以说我当时也没有感觉到会有人 因为这个地方很容易被抓 就是你会在这里吃一刀 然后转进废墟那边 墓地那边再吃一刀 我这里先把这些板子踩一踩 大富还剩一个怀表 傭兵应该就第一波 果然看见了 进行一个稳定的防守 机械十九 拖一拖 拖一拖 哎呀,这个打椅子了 拖过半了 可能不想救了 再拖一会儿 我这边再插个眼 前面这个眼时间可能快到了 机械师在玩娃娃 我们看一下电机 反应出发 这里防守的非常的差 我想用气球刀多打两下 没打好 那先抓魔术师 先抓魔术师 机械师位置也暴露 魔术师 魔术师我这里反而不想抓了 对自己 这个时候就是有一点心态不好了 就是对自己的那波防守 非常的不满意 想清楚了 毕竟是在录视频 我还是要把最正确的一个打法 交给大家 就是死抓这个魔术师 刚才就想要通过一些比较花的套路来 来那个 解尸娃娃没有电了 不用管他 来进行一个翻盘 但是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打法 像这样子我稳住了 慢慢打还是有机会能赢的 但是如果刚刚去找那个大副 很有可能会变成输掉的局 所以说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一个 心理上面的一个不稳定 这把也是给大家看到了 就并不是每次潘大帅都是那么的稳 这台电机被偷掉 最后台电机 我这里先要把这个傭兵挂上 人呢 机械师二挂 这里有耳鸣 旁边可能会有人 不着急啊 不着急 他们刚才也是做出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正确的决定 就是没有急的去救下这个魔术师 哎呦 解尸 应该是开不动极的 所以说外面的人我也不慌 死追这个傭兵 二挂傭兵 慢慢的来稳扎稳打啊 这样一个二挂傭兵 他们慢慢的拖嘛 然后我再找机会 来进行一个 手机 大副的两个怀表都交掉了 看见电机了 直接传送 哎 这机械师人呢 这是一个二挂的机械师 那边救下来 那边没有半个电机 我只要把这个机械师留在这里就行了 对回头 好的 挂回去 挂到他的遗产机上面 二挂 那边摸满 他们也来不及 重新开一台电机了 耳鸣触发 来嘛 电机不够啊 因为兵还没护臂 哎呦 这刀没打好 踩在雾气里面 大副也来了 没有用 谁来我打谁 三挂的佣兵 三挂的机械师 就是谁来我打谁 回头不要着急啊 不要着急 大副有可能回去偷电机了 看一下 没有 没有在过去 因为机械师也在前面 看见了三挂的机械师 一个半血的大副 全战 想四杀 这把已经是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就是看我想不想 那么还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边随缘 还是中期一度 因为本来这局是一定能赢的 中期一度心态上面 有一点点不稳定 也是对自己内波防守 内波防守 所以大家也是 可以多多的来 哎呦 可以啊 小伙子 还有个护臂 抓你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内波防守 气球刀没打好 如果说是用误刃打 打一个双导可能会更好 好的 他们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潘大刷 再减肥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大家关注 点赞加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discovery 好